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桃园大西的金国纪念馆 最近已崭新的外观亮相 不过五彩缤纷的玻璃墙引发明院了 因为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折射出刺眼光线 不但影响用路人安全 连附近居民也很困扰 就算家里贴隔热纸也挡不住强光 收到明院后 是否赶紧请设计公司 先用雾面来贴膜降低散光 后续再来做进一步改善 眼睛张不开 对啊 真的好刺眼光强到眼睛快睁不开 居民不堪其扰的就是这面玻璃 虽然看起来五彩缤纷 但阳光照射下折射出刺眼光线 不仅影响用路人安全 附近居民也相当困扰 那反射会直接射到机车或是驾驶的眼睛 时常会一直车祸 折射大家都很困扰 当初就是贴隔热纸 如果他这样再折射进来的话 我要把窗户封起来吗 这里是桃园大西区金国纪念馆 市政府斥资七千万元进行整修 如今工程进入尾声 没想到这片三角形采光玻璃 备受批评 不但成为交通隐形杀手 更影响居民居住品质和隐私 很多设计公司希望优先来改善 这个影响地方居民 以及行车安全的这个反抗问题 听见民众新声 政府立即起设计公司 先用雾面贴膜 把散光降到三成以下 或许也会在沟通进行改善 简林住强团人报导